慢慢來 慢慢來 這幾天大家就問一個難免分立的問題 究竟香港是否沒有三條分立 現在有三條分立 因為見到以前政府的文件都是三條分立 但現在呢 其實這個問題 久不久又提出來 又討論一番 甚至是爭議一番 三權分立這個名詞是有少少問題 因為有些人的理解分立了 當然是三權頂立 國沒有關係好像沒有聯繫 實際又不是 在實際基本法的安排 又不是這樣的 所以最準確的理解 應該按基本法 其實昨天特首的講法 是按照基本法去表述的 所以我是贊成的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在政治方面安排 制度上的安排 我們分了行政、立法、司法 各自有職能、職責 各司其職 但互相之間 也要有制衡的地方 有些事情也要大家有配合的地方 這個一直以來 中央的官員都是這樣說的 當計劃公佈的時候 他都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 都不需要再質疑那個名詞 在前面的理解 按照基本法的理解 這個最準確 如果三權 說了沒有三權 之後呢 這個不要去說 有沒有那件事 反為 對於三權 這裏有一個 按照基本法 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就可以了 是吧 這個理解我剛才都講了 在基本法的鋪排裏面 特首 他是代表特區 同時他亦都是行政機關的首長 所以 在那個 雖然在基本法裏面 沒有寫 說行政主導 但實際上在權力的分配裏面 是行政長官那裏 行政機關那裏 是有一個 在權力上 他是 份量重一些 所以 主導的意思就是在這裏 大家權力分配 是了 還有 到現在你看最近的 國安法的安排 都是 都給了一些權 那個行政長官 其實一定 社會呢 有些法律的 譬如說 沒有否定行政主導的 三權不得 行政主導其實是不通道的 甚至是 英國之前 會互相提供 一定是他們理解 一些權力分配裏面 為什麽 三權分配裏面 有一個禁議 那我感覺是沒有 呢 那又不是叫做禁議 我覺得應該準確些 去表述 這個權力的配置 權力的安排 我覺得 比較好些 是不是 那不要 就是 一個 就是 一個 不得準確去理解 這個安排 所以我覺得 那個爭議 其實敢不敢出現 其實都是重複的 那些事情 有說到 英國香港的本質 是中央 是 對 他就這樣解釋 但是中央 中央的香港 跟香港 有甚麼衝突 有甚麼衝突 例如其他國家 都有 國家 我們不要在這裏 講其他國家 因為英國 有英國制度 美國的制度 是吧 他們也不是那些 所謂那些 三元分立的 那樣東西 有很多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行政和立法之間 因為它有個政黨背後 在這裏 在這裏 帶動著 那所以 反而我覺得 這次的討論 我覺得都是存覆的 沒有甚麼特別的 新的意思 我們都完全明白 就是 我們現在的制度 一國兩制 權力是來自中央的 所以中央強調 特首 他都不是說 無上權威 甚麼都說了 不是 要依法 依法施政 要按照憲法 基本法 香港法律 但是 有些地方 亦都是 特首 他有權 去帶動那個行政機關 當然有些事情 又要 立法機關 他的監督 司法機關 他有一個 獨立的 審判 裁決的權力 所以呢 各司其職 這個就是最準確的那份 這個不得準確 就是用這個用詞 容易產生的誤解 所以 應該按照基本法 去表述 這個三個機構 它的權力 那個權 那個責 我覺得 就很準確 以後 可以說 當然 我們希望 那件事業 能夠表格的時候 給它準確一點 我覺得這點是重要的 如果只是圍繞著這個字 可能各自有不同的理解 是吧 那些車就說 三條分字 我們說 三條分立 有什麼分別 為何 那 就是 那個立字那裡容易 給別人有個誤解 所以他就用了另一個名詞 是 撤之 這樣的意思 那立親 我剛才也說過 好像 全無關係 是 好 有個說法 就是頂立 完全很切割 這個 那個理解是不對的 是嗎 好嗎 是 怎樣 有些什麼想和攬炒 我覺得他們 就不可以反對這件事 不要說什麼杯葛 其實你看現在做這個 檢測的目的 就是希望 多些人接受檢測 令到知道一下自己有沒有 有沒有帶有這樣的病毒 令到變成為己為人 你自己 原來沒事 檢測之後 你自己安心 又不會怕影響人 那你越早檢測出來 就越好的 而且政府 又有國家的支持 安排得很好 所以我們 其實香港人是很幸福的 有國家的支持 另外 政府也都去 努力 去安排 昨天來說都很順利 所以 就不用那麼多擔心 盡量 這麼難得的機會 又不用錢 那些香港醫護做得這麼好 那我們就 接受這個檢測 大家安心 如果這件事我們做得好的話 以後 再有什麼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就不用擔心了 我們有經驗了 是吧 所以應該做的 請問 請問 有些事情不要再說過往如何如何 有些人說那些什麼 我覺得任何事情以基本法的安排為依歸 如果你覺得那四個字不能夠蓋過 那你就最好全面都要說 因為有時文字上的東西 四個字未必蓋過這些東西 好嗎 現在是否那個方針 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變過 那些人說你過去的政策 一直不懂得經常 那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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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拗的東西很難制止的 爭拗的東西很難制止的 有時不同的人出去講 但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問題已經講過很多次 再講也是重複的 你會否這樣講過三個分立的分立 是否經常多 當然是沒有需要的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 算了 如果這樣以後講一句話 你要記戀一輩子嗎 是吧 沒有需要 總之現在來說 大家明白這件事就可以了 是吧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只是糾纏這兩個字 那是什麼意思 是吧 總之 清楚明白 是這樣的安排 這樣的制度 可以了 好嗎 謝謝 沒問題